我們來看其實在前段時間 這些香港人是有沒有出現在台灣 好像看到一些影子 才記得前段時間為了這台北車站 到底能不能讓大家席地而坐 有一波的抗議 在抗議群眾當中台灣的媒體就拍到 這個應該以為本來會有比較多的外籍移工居多 但沒想到來了不少的香港人 請教一下劉老師 因為你看這個包括出現黃色的雨傘 反送中的一些旗幟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等 都是我們熟悉的 在反送中當中出現的一些口號 如果這些香港的 參與反送中的人士到了台灣 當然剛剛郭委員講說勇武派是不收 但是有些年輕人到了台灣 會不會成為未來台灣很多 不同各式各樣的反 反中或抗中運動的抗議當中 新的勝利軍的面孔 我想先從這個層次來看 就是說剛剛說到說勇武派能不能進來 其實人的很多派系跟想法可能會隨時改變 也許進來的時候他不是勇武派 可是可能碰到一些形勢的時候 就變成勇武派 他可能就變成勇武派 我想這個 情緒被調起來 這真的是第一個層次 再來就是說 你從這個角度看下去 你要看大概是多少人 如果說按照你這個新聞 如果只有四百個人的話 這個是進座 對 進座 就是說我們就說進來有多少人 進來是兩百 兩百 哇 那是英國衛報講的 進座搞不好有很多是港生 裡面應該很多是台灣人啊 對 就是說我覺得要看進來多少香港人 那而且台灣意見一直是兩個層次 一方面的人一定會一直告訴你 有人權的問題 然後前一段時間好像還有人就會鼓勵說 覺得香港人應該過來 可能還對台灣怎麼樣經濟有幫助 或者來伏弊 類似這樣子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人多了 像許多國家一樣 如果人多了就大量開放進來 一定會產生那個工作上面的競爭 然後再加上安全方面的考量 也就是說 這些人進來因為量比較大 除了這個經濟方面造成競爭型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 有什麼人進來的安全問題 劉老師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之前我看過一個調查 台灣人願不願意這個歡迎香港人到台灣 贊成的趴數滿高的 不管是投資啦 或者是他們認為說 這個時間點可以把人才資金帶到台灣來 但如果細問 他可能在不同的領域層面當中 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醫療資源會跟台灣人 會有一些衝突的時候 可能相反還不太一樣 是的 因為其實 外省人到台灣 跟台灣人之間的 外省本省的一些 清潔上面的一些 糾結 這麼多年 都沒有完全的融合起來 選政總統 又要副總統 一定要審計要搭配 所以如果 香港來一批比較多的港人到台灣的話 會不會又成立另外一個 新的外省人到台灣的概念的感覺呢 會有這種狀況嗎 我想非常可能 這在各個地方 族群的問題裡面 這都相當的普遍 一個支持香港人權的人 他一想到說 有人要跟他搶工作 可能姿態就立刻換 好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就看 7月1號正式的港版的 國安法上路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演繹的狀況出現了 不過為什麼會讓這麼多 參與反應中中的人士會擔憂 我們來看這個法的 基本的一些相關的內容 其實他的 朝案的文本在之前就已經公佈了 那這段時間 送到全國人大去做一個審議的話 基本上會改的 台灣應該不多喔 總計幾個重要的綱領 包括了 一未來會在香港 注射一個國家安全公署 香港特首可以去指定 國安案件負責的處理法官 這特首可以指定的 然後國安法的解釋權是屬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還有四大追撞包括的分裂國家 恐怖活動 顛覆國家政權 勾結外國的勢力 都可以被判 3到10年的監禁 雖然這樣的法 有人認為說 限縮了香港很多的言論 但是呢 我們看港股的表現 卻是一個禮拜 單週場幅 超過了7% 所以郭委員 這個法出來 就金融面就安定性來講 港人是看好的 反應了股市之間 不過一方面 當然川普記者會之後 他並沒有真的去做 比如說關稅的調高啦 或者是聯繫匯率 美國資金的退出 並沒有看到 所以基本上香港人就說 那大概你是說說而已啦 還沒有到落實階段 那第二個就是大陸坦白說 他也加了力道啦 包括那個粵港澳灣區 整個地方的建設 還有包括大陸很多公司 都要到香港上市 那這個當然 比如說港交所 你去看港交所的那個賬幅 你就知道了嘛 港交所就是 賬最多的股票嘛 因為大家看好 很多公司會來香港上市 所以未來要觀察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美國參議院也要通過 香港自主法 然後川普11月就要選舉 他會不會真的在國安法 就是通過之後 開始落實之後 真的做出一些 抵制動作 這個我們要觀察 第二個就是 因為這個四大罪狀坦白講 最模糊的就是 顛覆國家政權這句話 因為 這個民進黨 常年被國民黨壓迫 就是用這個理由嘛 那另外那三個比較具體 比如說是不是港獨啊 有沒有恐怖活動啊 是不是勾結外國司令 那個比較容易認定 可是顛覆國家政權這個模糊地帶 真的非常大 所以真的要看那個國安法落實的具體狀況嘛 就是說 他到底是 連參與遊行的都要約談 那這個不得了嘛 這可能是包括他的 這個不得了 解釋前在北京之外 還要看很多的 判例做堆疊的 對對對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大概去 他就是要判斷哪些案子 應該要處理 那坦白講這要觀察一陣子 至少要觀察一年 好 所以現在的港股表現穩定 不代表說就從此真的安定 還要看在7月1號 美方是不是會落實之前 嗆聲喊話的那些真正的制裁的方式 郭委員跟你請教 因為特首林鄭說 規定中國籍的法官 才能夠去審理國安的案件 這樣的想法跟做法 不切實際 後來他又改口了 說即便這樣子也無損香港的司法獨立 你認為這個 這個迴轉的空間 是為何 因為忠誠法官有三分之一是外國人 那現在大家的理解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外國人大概不能處理國安案件 對 大家的理解應該是 林鄭本來就說這樣子不切實際啊 後來馬上就改了 對因為 有壓力 這個問題不是他的權利 因為如果是人大已經把所謂國防外交跟國安都收到手上了 那特首連立法會都不用審 那這樣一國兩制 有存在嗎 就是我們上次有講過嘛 說大概變成 1.5制或1.7制 就是國安 那個國防外交就不屬於香港立法會館 可是這個在 本來的那個一國兩制就是香港那個特區法法律裡面就是這樣定的 就是中國 他只是按照那個法律在執行 那我們要觀察的只是說他會不會把比如說未來的一些金融的操作 也開始用國安的名義來做處理 那個影響層面大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那這樣的話就真的是介入兩制 因為香港就還又是有一些經濟活動嘛 其他活動嘛 那會不會說你開始擴散 我們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的意涵嘛 所以我就說這六個字 坦白講是影響最大的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好了 比如說有個併購案 然後有個港資 就是硬跟得罪了某個力量 是大陸的力量 有人會不會用政治來扣他帽子 我們不知道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發生嘛 如果這樣發生了 那香港的金融獨立就不見了 那當然兩制就沒有了 老師跟你請教 7月1號民政號召要大遊行啦 而且人數不能少 不過警方已經說了 因為疫情還沒有解除 所以可能用疫情的理由去限聚令 你怎麼觀察7月1號到時候的狀況 我覺得目前來講不會大了 不會大 因為大家都發現他們的力道一直在減弱 力道一直在減弱我覺得有幾個因素 一般來說的話那些帶頭的 那些帶頭的已經本身膽怯鬆動了 主要的跟的人他們基本上不會有事的 也就是說即使在過去幾波的這些 這個反逃犯條例的這一些跟隨的群眾 我認為他們都不會有事 因為他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他們就是跟著走 但是真正帶頭的那些人 他們是會有事的 這些人已經想逃的想逃 想溜的想溜 例如說黎智英已經宣布好幾次 說他希望能夠解除他的管制 其實他一直想走 懲罰安申也宣布說 我現在我不再參與政治了 我從此以後跟政治沒關了 其實都在明哲堡聲想溜了 那講到這裡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些人這些帶頭的人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就是跟外國的勢力有勾結 那他們也很清楚知道 由於他們跟外國勢力有勾結 然後他們有拿東西 然後甚至他們也可能拿到 美國給他們的一些承諾等等的 所以他們本身變成一個活躍的 積極的分子 這些人你看想溜的溜 想走的走 然後想保持這個明哲堡聲的 明哲堡聲 那整個活動的力道往下走 所以很多的國外的媒體 在香港觀察的 都發現他們的活動力減弱了很多 你覺得對於立法會接下來的選舉 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會有 我覺得會有影響是因為 就是說有一些人 他們本身的資格 可能就會直接被取消 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香港目前來講 我們也看到這個動員也在發生 所以兩派的力量 在角逐的過程裡面 年輕人跟年紀大一點的人 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香港的社會 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被撕裂嘛 也就是我們產生了這個待見差 可是年紀大一點的 要負擔家裡生計的這一群人 他們基本上是支持國安法的 因為他們也認為香港亂太久了 香港眼前是穩立下來 美國要挑射的話呢 現在就是看到美國的軍方挑解放軍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個清單 馬上回來